大家好,我是呂老师 这边我想把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辅助线 复制之后转个90度 我先选取它 我要从右下角往左上角移动 这样的话我就能够选取它 选取完之后 我先把它做一个群组 好,建立好群组之后 我打算复制 复制功能这边有一个移动工具按下 好,然后按一下Ctrl 好,按下Ctrl之后 我沿着特定方向移动 好,我沿着红色坐标走的方向移动 好,移动完之后 我再来旋转 好,我先定一个旋转的坐标的方向 好,然后再来转动它 好,转动刚好90度 好,然后再把它移到适当的位置 我这些的辅助线这样的交错可以制造出一些的隔线的效果 好,目的在这边 好,我再来一遍 移动它 好,我要在特定的绿色坐标左上移动 好,我现在已经移动到适当的位置了 好,等一下我要把 我看到的这个直雕球的做法 重新做一遍 好,那 我稍微再移动一下位置 因为让我的这个隔线 能够有够大的范围 能够制造出我要的直雕球 好,我在这个地方 好,放了一些辅助线 用辅助线制造出一些隔线的效果 好,等一下我要在这个隔线的上面做一个指标球 好,现在的讲解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好,我这边拿到这个重新的时候 好,刘洋和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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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刘洋和两者